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2号 端促美方正确处理涉台问题 不要一错再错 更不要在涉台问题上玩火 此前根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当地时间11号抵达纽约 当地时间7月12号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布达佩斯 同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 共同会见记者时 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并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过境美国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我们对蔡英文过境美国 表示严重的关系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 同中国的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我要强调指出 台独分类活动 逆历史潮流而动 为两岸民心而为 没有前途 没有出路 必将失败 台湾问题 纯属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 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 两岸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 都不要低估 中国政府和人民 汉美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到 涉台问题的严重性 以实际行动来恪守 一个中国的承诺 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确实 按照两国援手 就推进协调稳定合作 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所达成的重要共识 正确地处理 涉台的问题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的信号 不要一错再错 更不要在涉台问题上玩火 如果试图给中美关系 制造新的困难和麻烦 最终必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当地时间11号抵达纽约 在酒店门口 不少支持统一的留学生 和当地华侨华人代表 发起了游行 高举不承认一中 就是被阻忘忠等标语 声讨台独分裂活动 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游行 非常的和平 It's very peace 我们没有任何的冲突 主要是想表达 对蔡英文这次到纽约来的不满 这次蔡英文她过去美国 能够到纽约去 她在纽约过境 蔡英文当然是洗心翻倒 她觉得我从西岸 我可以到东岸了 好像又更靠近美国的核心一点 过境美国好像帮蔡英文 她加持 巩固了她的定位 同一天 外交部发言人也再次强调 已经就蔡英文过境美国一事 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不允许蔡英文过境 停止美台的官方往来 也不要为台独分裂势力 宣扬台独主张 提供任何平台 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从这次地点的选择上来说 美国并没有给蔡英文特殊的待遇 因为纽约这个城市 陈水扁去过 马英九也去过 这说明美方在处理涉台问题上 还是相当谨慎的 不过我们也想提醒美方的是 美方需要谨慎地处理 蔡英文在纽约期间的 这些活动安排的问题 如果美国有印象的话 2003年也是在拼连任的陈水扁 在纽约期间的一些活动 在陈水扁看来 美方给了他一些特别的安排 所以陈水扁跑回台湾之后 就搞了所谓的公投 让美国有了被绑架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美方在谨慎处理 安排蔡英文在纽约期间的活动 不要给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 因为给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 最终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